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 秩序与自由是一对永恒的话题 它们之间既相互冲突又对立统一 在不断的观念博弈中 维系着人类文明的基本价值追求 博弈中有自由的秩序 与有秩序的自由之下的生活 是人类最终的选择 而这条道路就是法治 那么今天我们心以为常的法律 在三千年前的人们生活中 是什么样的呢 眼前这个四足小方顶 叫月人守门顶 它于1988年出土于宝鸡市儒家庄 它是西周时期铸造的一件青铜器 也是我国青铜器中 极其罕见的顶型 它是分为上架两层 它是一个长方形的 我们说的上门这一层的话 是盛放食物的 下面的话就是放炭火的 它是一种温食器 月人守门顶的使用方法 是把肉和汤放在上层 下层放上炭火 通过持续的加热 可以煮熟食物 这是不是很像今天的通火锅 然而这件顶更大的价值 则体现在顶下层门口所站立的 这个守门人 右边的这个门口 它站了一个奴隶 奴隶的话它是没有左脚的 那么从这个你就可以看到 它是受到了一种刑法 叫月刑 在西周时期 实行的是以礼来治理国家 规范人们的行为 但是它并不完全排斥刑法 只是统治者将刑法 作为推行理智的辅助手段 当理事去效用时 才使用行的手段 因为西周当时有九行 那我们说的月刑就是砍脚 砍到左脚 右脚或者是双脚 《左传》中记载 周有乱症而作九行 西周的九行包括了 墨 易 月 宫 大屁 鞭 铺 流 熟 九种行法 墨行就是在受刑者脸上 或额头刻字并染上墨 易行是割去受刑者的鼻子 月行是斩掉受刑者的左脚 右脚或双脚 宫行是割去受刑者的生殖器 大屁即是死刑 西周社会奉行名德甚发 那么对于这些受过刑罚的人 以后的生活如何安置呢 在周里中就有 墨者使守门 易者使守关 公者使守内 月者使守幼的描述 那么我们所说的这个幼呢 指的就是在当时的古代 贵族他们所饲养的一些 真情异寿了 他看的这个院子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饲养真情异寿的这样的一院子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器物 其实就是除了反映出当时的 这样的一个刑罚之外呢 它可以体现出当时农历 这些社会下呢 这个农历这种悲惨生活的 这个正式写照 眼前这件虎头羊族 凝利而威严的器物 叫镇仪 1975年出土于陕西省其山县 造型奇特古古的它 有着中国青铜法典的美誉 这个仪本身就是一种 这个像瓢一样的器物 就是摇水的那个瓢 那它呢本身是一件 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 盛水的一个壶 仪的这个气底 还有它这个气盖的内壁上 总共有157个字的名文 这157个文字 记述了西州时期 一个叫波杨复的审判官 处理原告牧牛 与他的管理者 镇之间的一起民事诉讼案 中国最早的青铜法典 法律判决书就在这里了 反映的是当时西州 我们说的刑不上大夫 理不下树人 不能以下犯上的 这样的一种制度 回望历史 那个遥远的刑法极其残酷 法律面前不平等的阶级社会 已经远去 因是当下 在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下 以保障人权为核心的 现代法治中国正高歌猛进 法律会实现民族伟大复兴 国家繁荣富强 而提供着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